居然在这个地方碰到了这个东西 像现在这个季节海红已经很难遇到了 哇 这么大一串 这重量怎么感觉到它好轻啊 之前冬天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海红 今天发现这串海红肯定有问题 我得看看这里边的肉 这扒开还有点难 今天这个小铲子算是派上用场 瞧开 哎 我 这肉呢 怎么没有 不是吧 我再看看我再看看另一个 这不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吧 哎 看看这个这个小家伙 这里边我感觉怎么也空空的感觉 好像 好家伙 一点肉都没有就剩皮了 我说怎么岸边会有这么一大串海红啊 这原来已经是死掉了 这个不要了 嗨 这只猫眼罗都已经爬出了幽自行了 这个肯定很活跃了 呀 跑哪去了 怎么那么深 看到了 我看到它咳了 在这儿 嗯 还是这样挖吧 我要直接揪出来的话 它肯定是直接缩了 哎 这样 给大家冲一下 看到没有 它就周围的 这些沙子是洗不掉的 因为这些沙子上面沾满了它的粘液 这里扒了下来 看到没有 哇 好紧张 好 算是说捏了这么多气的冲眼罗 但是看到冲眼罗还是有点激动 好 这个应该可以了 它不怕我了 准备开始 爹 哇 这也太过瘾了吧 这个捏的特别干净 我现在每天赶海都有乔默症了 不捏一下冲眼罗真的感觉 感海失去了乐趣 金毛眼罗还挺肥 这只海参就吸附在这一串海草上面 这应该是被浪花打上来的 刚才还吃水了 这个好硬啊 这只海参肯定很肥 它的皮特别厚 因为捏的时候感觉 里边的内脏 基本上是没有的 这个可以带回家 做一碗浮条墙了 哎这个贝壳还挺好看的 哇 这卡在这里边了 这是一只大扇贝壳 咱得给它好好洗一洗 可以留着做 哇 哦 哎 感海嘛 对吧 这个 有点皮肉伤 很正常的 这是 我这是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对示范 日常消消毒 这个拿走 这 这还要什么 这贝壳好丑啊 丢了吧丢了吧 像平时小伙伴来海边干海的时候 一定要戴手套 千万不要学我 哎 红色的海葵 海葵真的真的是个好东西啊 你看 它还开始哗呢 摸一下 呵呵 这摸一下就会缩的 这个 这个也可以挤的 这个 其实啊 你看 它里边水分特别多 别看它这么大个 这些水全部挤出来之后 给你们试一下啊 哎哎哎哎哎 还挺好玩的 给它全挤完了 哇 这东西粘液还挺多的 手有点滑 就好像这么一丢丢了 至于海葵的口感 就是那种嘎巴脆 但是 不算是特别好吃 给它简单的清洗一下 再找找看看它有没有了